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每年1月的东正教洗礼节 信徒都必须依照传统跳进冰水里 象征喜序罪恶也达到强健体魄的效果 为在东欧和西亚等高纬度地区的国家 即使在摄氏零下十几度的低温当中 信徒依旧照跳不悟 像是去年饱受国家分裂危机的乌克兰 洗礼人潮更胜往年 民众都希望透过跳水仪式 祈求心灵安定 也祈祷国家远离战火 每逢1月中旬是东正教的洗礼节 洗礼节当天 主教会拿十字架驻岛加持 净化池碎 好让信徒实行洗礼 根据东正教传统 实行洗礼必须全身泡在水里 才能真正洗去罪恶得到保佑 所以即使东正教的信徒 主要分布在俄罗斯 东欧和西亚等高纬度国家 1月正值寒冬天气冷嗖嗖 但是对于虔诚的教徒来说 洗礼泡再冷的水也不怕 像是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 连日来零下的气温 早已让河面结冰 沁土挖开河面上的冰层 造出一座小池子 照样可以排队洗礼 还有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下水 传承这项重要的传统 尽头来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当地的河面虽然没有结冰 不过河水也有逼近零度的低温 岸上的工作人员奉上热水 让民众泡完冰水 马上可以回暖 乌克兰去年陷入国家分裂危机 民众普遍人心惶惶 因此今年洗礼节 人潮比往年增加许多 乌克兰民众无不希望 透过洗礼尝保身体健康 也期许国家远离战火摧残 中央社综合报导 台湾音乐家再次在国际比赛大放异彩 新加坡第一届国际小提琴大赛日前揭晓 台湾选手一举豪夺前三名 在国际间获奖无数的曾宇谦 林品任 南瓜冠亚军 台语美籍的黄凯明拿下第三名 曾宇谦表示 在国际比赛看见台湾选手相当难得 这次包办前三名更是罕见 虽然比赛过程充满艰辛 但获得冠军一切都值得了 这次在得奖的瞬间我还是非常的惊讶 然后就是正 但是是非常高兴的 然后我真的 这个比赛其实一路 一路这样下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两个礼拜之内 你要准备非常多的曲目 获得亚军的林品任 这次也获选最佳观众票选奖 他开心地表示 身为音乐家 能够受到观众喜爱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次真的很幸运 能够在这个新加坡国际小离型大赛 拿到第二名 当时落完的时候 就只是想讲着说 哇 经过了这 快两个礼拜的这个 怎么讲这个竞争 高手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竞争 我觉得心态上跟生理上都是一种 不能说是煎熬 但就是觉得非常辛苦 因为整个这样疲劳红渣四轮下来 所以刚刚一拉完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哇 终于结束了 很高兴了 不管结果如何都很开心 这次比赛 共有全球35位青年小提琴手参加 台湾选手包办前三名 让国际乐坛看见台湾的音乐软实力 庄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导 模特儿华丽竞场 色彩缤纷的装扮经验四座 新加坡每年都举办的装艺大游行 旺邀各国意识表演团体共享盛举 今年更有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特殊意义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20周年 新加坡的政府也特别邀请台湾 各国的卖官到这边庆祝 他们的这一个也是周年的装艺大游行 台湾原住民圆圆文化艺术团 或要参加装艺大游行 带来台湾族卢凯族丰收庆典的歌曲和舞蹈 向新加坡传递来自台湾的祝福 学员文艺团体的 他特别是在台湾族的祭典活动 变版出很热闹的这一个舞曲 准备在这次的装艺大游行中来展现 新加坡的装艺大游行活动多元 包括风路花车游行和晚会表演 不但吸引当地人踊跃参与 也是观光卖点 今年的活动定在2月底3月初登场 势必要带给观众一场热闹的嘉年华会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迎接农历洋年 由中央银行发行委托台湾银行 贩售的洋年套币 开卖当天一大清早就聚集排队人龙 由于美人每次限购一套 不少民众选择一排再排 强调这套币送礼收藏两箱仪 也有人号召全家大小出动 判一次多买几套 这套已为洋年生效纪念套币 总售价1600元 每套内涵一样是洋年银币 面额新台币100元 另含50元及20元硬币各一枚 银币正面为山羊图案 象征山羊开泰 背面则是金门著名古迹 金门秋梁公母结校方 设计与包装精美 连带增加收藏价值 每年都来买 只要是能够买的岛我就买 我本来买那一套了 这一套买到我就买 台英表示 每年生效套币开卖 都会引发排队热潮 所以今年特别提早发放号码牌 并动员紧力保全维持秩序 所幸多数民众都相当熟发 也让这场套币抢购战 圆满落幕 中央设计者潘志毅台北报导 农历春节脚步近了 2015世报年货大展 2月4号到8号即将登场 是全台最大室内年货展 我们这一家的主人翁花妈 特地前来站台 抢先试吃年菜 除了眷村菜 新鲜海产和创意甜点 今年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商品 今年900个摊位 规模比去年几乎大了一倍 14个国家的产品 我们从欧洲来讲一下 俄罗斯 德国 荷兰 比利时 奥地利 西班牙 这些都来参加 今年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一国商品 涵盖欧洲 美洲 澳洲和亚洲各国 让民众采买年货选择更多 日本的产品 韩国的产品 日韩 印度 尼泊尔 澳洲 印尼 这些产品也来参加 美国也有加拿大的 美洲地区也有加拿大的产品参加 主办单位还推出抽机票 送黄金元宝等抽奖活动 期盼买气滚滚来 主要社记者黄巧文台北报导 2014资讯服务业东南亚脱销活动 在新加坡举行 外贸协会和经纪部 邀及国内十家电子出版和数位学习业者 展示最新产品和技术 寻求海外合作机会 那么这一次我们总共筹组了 有十家的公司 将他们最新的这些产品 包括这个在网路上的运用 像这个电子书 还有在手机 智慧手机上面的这个APP的运用 把他们最新的观念 还有产品带到新加坡来 这次参展的数位学习业者表示 台湾市场小竞争激烈 存活下来的产品 在全球拥有高度竞争力 期盼未来透过数位学习工具 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外交 一人的系统是全世界最好一个 做文化外交的一个东西 台湾有软体又有硬体 像这个硬体一个 才多少钱而已 可是呢就已经等于一家大学了 如果我们呢 用这样来做文化外交呢 对台湾的帮助呢 或者对其他国家帮助都非常的大 台湾和新加坡语言文化相近 业者看准商机和当地出版社 以及学校交流 行销台湾电子书 希望打入中文学习市场 中央设计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香港占领中环运动 去年底在香港警方清场后 行动结束 泛民派原定元旦再次发起的 抗争行动将延后到2月1号 诉求依旧围绕在香港真普选 要求北京当局撤回人大 去年决议的香港特首提名方案 重启政改 游行预计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 更多后续消息 中央社特派员将持续为您追踪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下期五 后就会有带租 孙賴 所以赢 features claps为了 如果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